这些女性最讨厌的问题如何解决 我今天呢我们四位专家 来给你们治治疗想想办法 来自南京市中医院的四位美女中医 教您如何防皱去皱拥有好身材 今天呢我们依然是请到了 来自于南京市中医院的美女专家团队 给大家介绍如何让女性变得越来越美丽 掌声欢迎几位 石医生 张医生 杨医生和郭医生 其实在昨天和前天的节目当中 咱们也了解到 女人真的是需要从内而外地养起来 养气血 调皮 胃 滋干肾 还需要通过运动来让我们的气色更加地好看 但是我们知道其实从一个豆蔻少女 一直到这个人尽中年 我们真的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烦扰我们 会影响到我们美丽的问题 我觉得肥胖是困扰女人一生的话题 无论是从豆蔻少年还是到半老熊 周围的人 所有的女孩子都在吵着我要减肥 减肥 其实都已经很瘦了 其实我倒是觉得特别瘦也不见得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因为你不同的年龄段它是 说你能想不想起来 是有不同的这个美 审美的标准的 但是我觉得比如说皱纹 比如说黄色斑 比如说 肥胖 肥胖倒不至于 但是我只觉得就出现其他的一些有特征的时候就可能就会心情上不太愉悦 咱们就一个一个来解决 其实我相信作为女性嘛 咱们可能生命当中啊都会记得那一天 你睁眼睛对着镜子一看 哇 不行 这怎么长出一条皱纹来 这就是人生当中的第一条皱纹 多数会出现在眼睛这个地方 所以一出现皱纹我们就觉得 哎呀 老了 这个长皱纹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对吗 是的 就正如刚才你所说的 自然规律是不可立的 可是我们往往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是注意调和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跑赢你的 年龄 对 那么有的人看上去显得年轻 有的人看上去就显得老成 那这说明在平时的调和当中还是有绝对的影响的 我们单位有一个今年六十岁刚刚退休的一个药师 她有一个妹妹那叫什么呢 酸胞胎 开始她是姐姐 我们知道她是姐 那么退休的时候 她和她妹妹过来我们看 她妹妹成姐了 为什么 因为看上去她的皮肤 显得大一些 对 她的皮肤比较细腻 她跟我们经常的接触 也知道一些保护 调养自己身体的这些方法 所以她非常注意到了 那使得她的皮肤色闻就相对减少 就显得比较年轻 可她妹妹是一个厂里面的一个会计 在这方面她不是太注重 那长期以往她就走丢了 妹妹成了姐姐了 所以保养和不保养 真的存在着巨大的 我们外观上的这种变化 是的 但是看我们这个石医生真的感觉 就是看起来非常的和善慈祥 但是这是一种气质嘛 看皮肤可能我离得有点远 你们感觉您的皮肤 比小林的皮肤还要好呢 味觉是什么 做面膜吗 事实上我讲讲我平时吧 事实上呢 人的皮肤的保养 除了外界的保养 还有内痒 内痒是个关键 在这个方面我们经常进行交流 我们每个族人都有她自己的一个特点 其实咱们放眼一望几位 就是真的是脸上很难找到皱纹 就和实际的年龄的同龄女性相比较而言 皱纹真的是太少了 张主任您是用什么样的办法 来让自己的皱纹那么少的呢 是这样的 我是一个妇科医生 我经常会从一些妇科性腺族 内分泌的角度 尤其是滋补肝肾 调气血的角度 来调养我们的颜面的 那我也给大家呢 推荐两道药茶 共同的目的呢 都是通过氧气血 来达到防皱 让皮肤更加有光泽和亮丽 那第一道呢 叫做当归一亩茶 那这道茶呢 我们选用了当归六克 一亩草九克和桂圆肉六克 这个茶的特点在哪里呢 有当归桂圆肉 可以益气养血 同时呢 又有一亩草 可以活血通筋 那这个方子呢 比较适合于有月经来潮的 那么比较青春期的 育林期的女性们 它这个方子既有补的成分 也有活血的成分 所以呢 特别适合这样的一些人群 第二个方子的话呢 叫干麦大枣茶 那这道茶的特点呢 选用呢 小麦三十克 干草六克 还有大枣呢 是六克 那这道茶呢 比较适合于 更年期以后的 绝经以后的 那也就是说 月经不再来潮的女性们 那这一会儿呢 可能会有一些 更年期症状呢 或者是一些老年 衰退的症状 那我们用小麦 可以益气 健脾 宁心 安神 再配上大枣和干草 也有氧气血 健脾味的作用 共同的目的呢 都是通过氧气血 来达到防皱 让皮肤更加有光泽和亮丽 更充盈了 对 是的 那咱们再请教一下 杨医生 从您那一刻的这个角度来说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也可以让我们女性 长皱纹的时间 推演一些 少长一点皱纹 我经常会给大家 介绍一些养年皱 就是一些我们平时 很好做的一些皱 就可以延缓我们皮肤的衰老 减少皱纹 像年子呢 它是胃苦的 它是入腥的 我们就有清心 安神的这个作用 黑痘 我们是黑色的 这个是 入肾的 对 入肾 我们可以补肾 那么小米是黄色的 它是入肥的 可以养肥 健肥 红枣 我们是红色的 虽然是红色的 但是我们说它是肝的 所以它也是健肥的 肝胃 它是养肥的 百合色白 我们是养肺的 对 肺养肺 白色是跟肺相对应的 那么还有狗脂子 我们不是看色 我们看它的胃 它是偏酸的 它是入肝的 入肝的 那就是用这样的一些 食材的熬粥 对 我们通过这些食材 慢慢地熬成 这种粘稠的粥 每天喝一点 早晨的时候 喝一点 那么通过这个 调养五脏 那么就可以延缓 我们皮肤的衰老 减少皱纹 一到周 就把五脏都给补起来了 而且很方便 而且要不然 平时也吃饭 就是平时 一边吃饭 一边养生 一边调理 我们的五脏六腹 养生 但是你没发现吗 这都是主食 就算有百合 有红枣 感觉好像还是不过瘾的吃的 那你说吃点什么 我听说很多女性说 吃这个富含胶原蛋白的 动物的蹄子跟爪子 比如说猪蹄 比如说凤爪 鸡爪子 又好吃 据说里边还美容 增加皮肤弹性 终于认可这个事情吗 郭医生 是的 应该是可以的 您是用什么样的办法 我主要是用吃的方法 吃猪皮 或者是鱼皮的方法 李时珍有一段话 以胃治胃 以心归心 以血倒血 以骨入骨 以水补水 以皮治皮 这就是我们中医的一个 叫以账补账门的一个学说 也是取自于我们 同气相求 这样一个理论 我们再看 这个医生 张仲景当中就提到了 有一个猪福汤 就是猪皮具有和血脉 润肌肤 这样一个作用 就是滋阴润噪的作用 当我们的年龄 随着这个增长以后 皮肤干燥了 长色斑了 出现皱纹了 那么我们说 可以补充一些 适量的用猪皮来调理 因为这个 现代医学认为 这个猪皮当中 它那个含有的胶原蛋白 是比较丰富的 而且它跟我们人的皮肤 这个胶原蛋白的结构 最为接近 所以我们适量的 去应用这个猪皮 来补充我们这个 失去的这种胶原蛋白呢 可以提高我们这个 女性皮肤的 抗氧化的能力 其实我就是一个 猪皮爱好者 真的 因为去熟食店买猪皮 猪皮还便宜呢 一般就六七块钱一斤 而猪耳的就要 二十七八一斤 你知道这价格了吧 你这又是 看着钱吃东西 也不是啊 猪皮做好了也好吃啊 酱猪皮 猪皮焖黄豆 猪皮冻 那我想问问 郭医生啊 您吃猪皮吗 怎么吃呢 我吃猪皮的 我是用猪皮来熬汤吃的 这个呢 是我们平时 我平时常用的一个方法 这里面是三味中药 和猪皮 共同熬制的这样一个汤 那么这个沙参呢 是有清热 养阴的作用 那么玉竹呢 是滋阴 氧气补血 而陈皮呢 它的作用是 擬气 合中 造湿 那么这三味中药 和我们猪皮 熬制的这个汤呢 那么做法呢 我们大家可以看啊 大饼上 就是我们把中药啊 三味中药 清洗以后呢 清泡 10到15分钟 然后我们把猪皮 用清水 清洗干净以后呢 和这三味中药呢 放在砂锅里 共同熬制 所以长期的来 使用这样一个猪肤汤呢 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那您看啊 现在其实大商城里面 我们知道 满满的一层 都是卖化妆品 而且应该说是 护肤品什么 面膜啊 眼霜啊 整个就是让你能够 清春亮丽起来 这个价格呢 也是不菲的 那我不知道 四位老师 你们平常会 关顾这些地方吗 会用这些化妆品吗 或者是护肤品呢 比如说用一些 什么除皱的 对 提升的 是 什么精华 这有用吗 现在这里面 还是有点道理的 但是不是最贵的最好 而是最适合于自己的 才是最好 那怎么能知道 哪个适合我呢 实际上我们皮肤当中 分有三种 第一是干净皮肤 干净皮肤 它容易产生 稀少的皱纹 它的表现 是失去了水分和油脂 所以我们冲的这个方面 是多加强水分的补充 和油脂的补充 然后再轻轻地按摩 这个可以配合在一起 那么中性皮肤呢 它呢 到了冬天 它成干性的了 它到了夏天 又成为油性的了 所以我们针对它 这种情况 到冬天是补水补油 到夏天呢 以清爽为主 其实刚才大册 给我拍了一张照片 我一笑 这边有特别多的皱纹 刚才发朋友圈里面 很多人就说 你该补水了 你该那个 不要那么样笑了 该用 该用美涂秀秀了 好多的办法 其实我就想听您的 刚才是不是就像 像我这样的状态下 就应该补水补油 是 我们平时有很多 小的一些方法 比如做一些面膜 非常简单的一些 面膜的方法 我倒是很想推荐给大家 那还不这样吧 比如说 你看到了这个 干燥的季节 春季 秋季 冬季 大家都觉得皮肤蛮干的 就容易长皱纹了 我们看看 你有什么好的办法 您来给我们演示一下 好吗 好的 我们也请到一位观众 上台来体验一下 这里是 无限级健康食品 独家冠名 由沙普艾斯科学 播出的健康之路节目 平常您觉得皮肤干燥吗 是的 我的皮肤挺干燥的 您今年多大年纪 介意透露吗 28 那我们看看 就针对这样的一些 年轻的女性朋友们 什么样的一些做法 就可以帮她们 减轻皱纹呢 我向大家推荐一个 就柚子 柚子皮 面膜 柚子皮 柚子皮 来进行做面膜 那么也有人把柚子皮和蜂蜜 把它泡水喝 但是我们集中在 皮肤的面部 所以我们用的是 柚子皮面膜来做 我们看看这个面膜的原料 该怎么样来做 是的 这个是您提前准备好的吗 是 我们是把柚子皮打成了胡钻 打成了胡钻 还是要准备什么呢 加点蜂蜜 就是我们一条合用的蜂蜜 是的 是的 我们把柚子皮 把它拿出一点来 摆到一个碗里面 然后我们为了把它的汁泡出来 我们必须要加水 那么这个水呢 如果它是容易过敏的 我们尽量的呢 还是加冰水 冰水 但如果它不容易过敏 而且干燥比较厉害 我们用热水就行 因为热水不但把它泡开 也可以更好的 把你们叶子皮的有效成分 给泡出来 吸出来 对 是 那蜂蜜什么时候放比较合适 随时都可以加 泡出来的状态应该是 就是粘的吗 加的多了会粘 但是我们尽量的呢 加的不要太多 不要显得人皮肤感觉到粘 只有点滋养作用就行 在家里面 要是一边打着 一边要敷的话呢 那就再好不过了 因为我们把这个东西 打的时候多加点水 让它能够庆出来就行 我这个呢是昨天准备的 所以我打的比较干 我有一个事情很奇怪 就虽然柚子 柚子皮吧 它有一种淡淡的香味 但是为什么您用它来敷脸 用它来除皱纹呢 古时候就有一个记载 大家呢 妇女都喜欢用柚子皮 致命成把它去掉的 那个白染敷脸 这有很好的美白作用 它里面含有的物质 也可以使得人体减轻 人体的氧化 那到底是用外面的那层 黄颜色的皮啊 还是用里边的那个白颜色的 那种轩轩的那部分 实际上我们要打成这个 泥的话 我们可以全部去用 但是如果你要是 就直接贴附在人的皮肤上面 我们就要是软的一层 就是白色的那个软软的 对 把它掀下来 贴到皮肤上面就行了 好 这个面膜纸在超市都有 是的 非常地方便 现在呢 气味已经在这儿了 我们的这个颜色 也有点染了 对吧 有一点点淡淡的黄色 对 是 然后把它泡开以后 我们直接拿的 敷在自己的脸上就行 就是太简单了 这样一敷在上面就行了 一般敷 十分钟左右 敷过以后 人的皮肤会觉得 非常的清爽 很舒服 而且它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 皱纹真的就会减轻不上吗 曾经用能很好的 减轻皱纹 对 所以什么事 都得要贵在坚持才行 是 做一两次 肯定没有那么好的效果 得坚持做 那我们今天这样 让这位观众呢 带着这个面膜到台下 坚持十分钟的时间 不然就浪费了 是 辛苦您 好 来 我们请这位观众起来 好 谢谢 石医生 谢谢这位观众 但其实咱们说到 这个皮肤的皱纹 可能是体现我们 衰老的一个方面 但是另外一个东西 一出现 那心里真的是 挺难去形容的 老年般 因为我妈妈现在六十多岁嘛 我就看到她真的就手上 手上 是吧 还有这个地方 就开始长老年般了 对 我是这样的 其实我总觉得我妈没那么老 这人为什么会长这个东西啊 老年人啊 他气血不是很调和 很多脑猎人 他表现的是一个气血不足的一些表现 那么气血不足 末梢的血循环就会差 那么如果在预计在这个地方 而气不能推动的话 这个地方就有可能脑化 成为老年般 所以我们在治疗老年般的时候 晚晚都用活血补气的方法来治疗 就是瘀了 气不足了 对 气不足了 血瘀了 出现了这种脑化的现象 那我们针对这样子就要去补气 活血化瘀 还是补气 不管是年龄大小的女性都要补气 气不足 血不行 那怎么补呢 因为这个呀 它是随着年龄的衰退 逐渐的衰老 那么人逐渐衰老之后 首先就是中气的下限 这个大家都很容易理解 对吧 气越来越少 气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呢 就会出现血型的不通畅 而带来的这种瘀阻的状态 那就得又补气又化瘀 女士教授其实刚刚说的就是 这样的一个道理 那所以咱们就得又补气 还得化瘀才行呢 是啊 你像我们平时啊 我们几位教授啊 平时的工作都非常的繁忙啊 尤其是我们上专家门诊的时候 那是高度的全神灌注 精力集中 其实一个门诊上下来 也是很好奇伤神的 那我呢有的时候呢就给自己准备一道茶 那我这道茶呢就叫生奇化瘀茶 那我觉得也很简单 也很方便 我准备了一个西洋森苟棋子和红花 那么这个方子呢主要是用西洋森的 益气养阴清热生津 再用狗棋子的滋补干肾 再用红花的活血化瘀 这样的一个组方特点 那怎么用呢 你只要加开水 让它泡芙 冲泡以后 然后慢慢饮用就可以了 那我为什么比较提倡用西洋森配狗棋子呢 是因为西洋森这个药呀 它是一种性良而补 补而不造 那特别适合于呀 你想用森来补 中期下限了 气不足了 想用森内药来补 可是你又怕有一些森吃了以后啊 上风 对了 温造 温造 生活 特别适合这一类的人 那你用西洋森呢就不用有这个担心 同时呢你再加上 对 你同时再加上狗棋子啊 又有养干肾之鹰的作用 那你更不用担心它上火了 尤其是你夏天饮用的时候都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女人的脸啊太娇气了 你看咱昨天说吧 情绪不好 长得那叫肝斑 今儿说呢 要淤了 气不足了 长得叫老年斑 还有我一朋友就打澳大利亚回来之后 那晒的那脸 真没法看了 它那应该是叫晒斑吧 是吗 好像脸就特别容易长斑 对吗 您说的这个情况啊 其实就是一个常见的一个晒斑 是由于外部原因造成的 那我们大屏幕上有三张图片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三张 对 这三张图片呢是 由外部原因造成的三种不同的斑 第一个呢 是晒斑 是由于我们皮肤啊 遭受了这个烈日暴晒以后造成的 第二张图呢 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 我们不太明白什么叫金属斑 对 这个金属斑呢 也是女性当中啊比较常见的 是由于我们女性呢 她使用的那种低劣的化妆品 或者是含签啊 含拱啊 过多 然后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润肤露里面 润肤的这个化妆品里面啊 还有一些添加了香料 那么这种化妆品使用以后 它有吸光的作用 那么就会在我们的面部皮肤上出现了这个色团 这好下瘾啊 过敏那般好像好多人都起过 那么这个过敏斑呢 是由于啊 我们一些女性为了是皮肤美白 为了去脸上的斑 色斑 她就过度地使用这种化学脱皮的方式 那么频繁地过度地使用以后啊 就会使我们的那个角质层越变越薄了 对 薄了以后呢 它就会干燥 又敏感皮肤 敏感以后啊 经过阳光一包晒 或者是过敏了以后 它就成作形成了这样一个过敏斑 我跟你说一个我真实的 我闺蜜前两天就是春节之前去澳大利亚 带她闺女去玩去了 回来之后我们在一块吃饭 我都认不出她来了 那真的叫不是晒黑了 是叫晒花了 这个脸我跟你讲像什么啊 就那个干香菇你看到吗 真的就黑一块白一块的 那个脸上的斑的密密麻麻的 大的 小的都有 我说你咋晒成这样呢 所以我就没涂防晒霜 就真的把一个特皮肤白皙的姑娘 活生生晒成了干香菇 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有的 比如说去西藏骑行的小伙子们 去的时候是那样 回来之后是那样 多别是活着 特别长面 这种晒花了怎么办啊 这可腻吗 这里是由无限级健康食品 独家冠名由沙普艾斯特约播出的 健康之路节目 这种晒花了怎么办啊 这可腻吗 我们科室到有我们的老前辈们 他们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协定处方 这是一个中药的粉剂 我们看大屏幕 这是一个去斑育圆粉 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我们是用六位药物组成 这个六位药物的配合 能够达到一定的去斑的效果 太好了 但是呢 它可以 实际上它可以治疗 第一属于内部所发的黄鹤斑 第二就是刚才所讲的 就是日赛斑 还有就是老人斑 老人斑也可以有淡化的作用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 我们现在有六位药物 其中白吉 白吉这位药物啊 它是我们古时候都一直在用的 美白的一个必用的药物 它具有很好的滋润皮肤 帮助修复的作用 所以我们如果要是拿你 要是破了层痘痕了 我们要用白吉粉 然后调到肤的上面去 可以帮助修复 所以它又美白 又有帮助修复 那么它可以促进局部的新陈代谢 促进局部的血循环 以达到美白润肤的作用 第二个药物白吉 白吉也是我们古时候 非常用的美白仙子 大家赋予它名字 美白仙子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帮助修复 而促进局部血循环 有美白的作用的一个药物 第三个也有个白质 对 白负质 这是三白 而这个白负质 这是我中医的一个三白汤 三白汤 白负质呢 它有一个特性 它是把药物引到皮肤科来的 引药 而且呢 它还有一个特点 它有杀菌的作用 它药力比较烈 它是有小毒的 那么湿地 湿地这个 我们把它打成混外敷 它可以含有 第一 它是有降气 它有降气 降力的作用 所以它用气上面来促进它 让药物到达这个地方 并且还有很好的 含有大量的维C 维C也可以阻止色素生成 那么遮备 它有一个兄弟 叫窗备 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这张方式当中 用遮备 是因为它 价格比较便宜 比较实惠 它有软尖 散洁 润肤的作用 那么还有呢 就珍珠母 大家知道 这是珍珠 珍珠母 它有跟珍珠一样的作用 它有 清缸明末 在这段里 它有个消毒清热的作用 那么六个药物合在一起 它 打成粉 然后用蛋清 或者用适量的水 把它调和在一起 调成糊状 敷在面部就行 每次敷二十分钟 两天一次 我们在门诊用的 大家都觉得 这张方式还是很不错的 它起到的是 美白肌肤 去斑养颜的作用 因为这个用到的量 是比较大的 应该分为很多次来使用的 对 每一次 一勺半 小挑子 一勺半就行了 足够 其实刚才咱们说到的 都是面子的问题 但刚才也提到了 真的要是一个女人 发生这个 往衰老走的 这个过程当中 体型也会慢慢地 发生变化 发护了 喝水都长肉 就跟吹了气一样 就是我认识一个阿姨 她 就是我有一次 偶然看到她 年轻时候的照片 我就 我就是阿姨认识谁 我还以为是 我不认识的 那个时代的 一个电影明星 她说那就是我 完全盼弱两人 那个时候是很瘦的吗 非常苗条 就是山楂树的感觉 然后经过了什么 结婚 生子 包括现在给别人 看孙子 她整个人 不光是面容变化 整个身材 变成了一个菱形 就变成一个大菱形 过去就是一个条 现在变成了一个 上岁数了 真的 那你上岁数了 代价就一定要 身材走样吗 有没有办法 可以让我们上岁数了 但身材不走样了 但你说的还是一个老阿姨 都怎么着 也得有六十岁左右了 六十多了 但我在那个同学聚会的时候 就发现 你看同龄人 我们就看到身材 有巨大的骨头 好多人就生完孩子之后 三十多岁 也是很胖 也回不去了 中医对这个事 是怎么看的呢 杨医生 我们中医是这么认为的 为什么这些人 都会很胖呢 我们中医认为主要是 体内有弹湿 这才都常听 我们不知道你们听过 这句话没有 有一句话叫 胖人多弹湿 你们看这个图上 这些人都非常胖 它是一种宣胖 不是实实称称的那种胖 所以说这些人 如果想要把胖去除肥胖 他首先要改变 他的这种体质 要把弹湿去除出去 老师给介绍一个方法 怎么能把体内的 这个弹湿给排掉 就瘦下来 对 这也是我们的愿望 其实就是 能显得年轻一点 我们在临床上 我们内科经常碰到 这些患者 因为我们说生活习惯 和各方面的饮食 肯定是要改变 另外的话 我们也带来 我们也有一些 专门确除弹湿的一些宝贝 今天我也给大家带来了 又是一个小锦囊 两个小锦囊 分别装了两个药物 这个就可以让我们 恢复到 这个年轻时的身材了 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 我把它倒在盘子里 这个是白扁豆花 它是入脾味 是少有的 健脾化湿的良药 可以看一下 它也是有淡淡的香气 这个是陈皮 我带来这个是 一个广陈皮 新会陈皮 陈皮可以理气 健脾造湿化痰 那么它的香味 特别浓郁 在我们经典的 方济当中 有一个二臣汤 就是用的陈皮 江夏 加上茯苓 甘草 就是有一个 很好的这种化湿作用 那用这两个东西 就可以让我们 这个肥胖的女性 慢慢把自己身上的 水瓢剪掉了 因为我们说 皮是深痰之源 是痰湿 深痰之源头 那我们就 用这种化湿的宝贝 能够通过化湿 哪一个健脾而去除探湿 就用这两个泡水喝 就可以吗 对 方法嘛 我们很简单 用三克 用三克白匾豆花 加上六克陈皮 然后我们用 沸水冲泡 然后戴茶饮 陈皮据说是温性的 长期喝有可能会上火 对 那喝这汤 会不会慢慢就上火了呀 对 如果要是 偏热的体质 我可以建议大家 加一点金银花 银花 可以清湿热 对 那除了这个吃药之外 或者说喝茶之外 能不能辅助一些运动啊 因为我们知道肥胖都跟 或多或少跟运动都有关系 即便是弹湿体质 能不能通过运动 把弹湿也能给排出去 达到瘦身的目的呢 这方面郭医生是专家了 对 其实刚才两位专家 都说到了这个体内弹湿 那么我们这个肥胖有关系 我们怎么样去化湿 其实运动啊 也是健脾化湿的一个方法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那你看我们人运动了以后啊 这个人的精气神就好 而且还会出汗 对 对 出汗 那它加快它的排泄 那不爱运动的人啊 他就身子特别重 然后就胖了 那胖了以后呢 又不爱动 那么这个恶性循环 就导致了这个 肥胖的体型 弹湿的体型 所以一定运动以后啊 它可以提升我们的阳气啊 我们气血旺盛啊 体的硬化功能也好了 对吧 这样就可以促进 我们的体内的 弹湿的这个排出 使我们的这个身体啊 这个更加的苗条 或者说更加的这个有形吧 之前的节目你也提到了啊 这个运动 咱们还得掌握一种方法 才能够让我们达到目的 比如说活气血啊 让我们减少皱纹啊 排除掉坏的情绪啊 那咱们来看看 你想让自己啊 这个长了水镖的身材 回复到年轻时候 这样特别健美 特别瘦小的一种状态 那我们看看 做什么样的运动 是更为合适的 还是要辛苦 郭一生和何佳博士 一起来教给大家好吗 请一步到那边 好的 郭主任啊 这个其实减肥的健身操呢 可能大家都不陌生 但是我们都知道 你要减肥效果好 它的运动量一定很大 但是呢 这个就是不好坚持 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有啊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几个小动作 可以达到大作用 简单的小动作呀 有多简单呢 这样您教给我们 我们跟您学好不好 好的 我们先从腹部 先从腹部开始 对 因为很多人这个年纪稍微大一点 运动稍微小一点 一般都是肚子先长肉 对 所以我们从肚子开始 我们做平时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随时 随时可以做的 怎么做呢 比较简单 其实就是扭胯的动作 那我们为了保持平衡 我们俩稍微 可以把手打开 扭胯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啊 先是胯呢 右胯呢 向前向后 然后左胯再向前 画八字 这样 画八字会吗 哦 画八字 对对对 明白了 您看 肩膀不动 肩膀不动 意思就是上半身都不动 对对对 上半身都不动 您看 扭大一点 右前右后 左前左后 这个动作真的是 我感觉这个 我们所有的这个胸腹部啊 其实都跟着在动 所有的腹肌都动出来 也可以这样子 这样保持您的上身不动 怎么 我这个手一举就 方向就不会了 您的胯 右前右后 左前左后 这样看出来了吗 画八字 感觉到了 画八字 对 感觉到腰部 这个动了几下 这个腰部就开始发热了 感觉 左右这个腰部 是不是那个 特别是拉伸的 对对对 特别有紧绷的感觉 而且是腹部啊 特别是腹部 这个拉伸的感觉 特别明显 对您做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腹部 一定要收紧 要收得 收部 对您的手啊 尽可能向上 一线延伸的 您这样做的以后 是不是感觉 这个感觉很舒服 是吧 好 这是第一个 扭刷的动作 为什么你第一个上来 就要教我们 做这个扭刷的动作呢 因为我们讲 要减轻腹部的 这个脂肪的堆积嘛 要去除我们体内的弹湿 是吗 对 因为刚才 我们专家也提到了 一般弹湿体质的人啊 最先容易胖的 就是在这个腰腹部 对 通过我们活动 我们的这个腰腹部的 这个肌肉啊 能促进我们的 这个脂的运化功能 那我们的湿气 就排除掉了 来了 这是中医的理论 对 接下来第二个动作呢 其实第二个动作呢 就是踮脚尖 踮脚尖 那么踮脚尖呢 这个动作 有点像我们那个 八蛋颈的 最后一节的那个动作 其实它也结合起来 比较简单 那我们做的时候 就是踮起后脚跟 以后两个脚尖 紧紧抓住地面 身体呢 要保持平衡 不要抖动 也不要前后晃动 那我们可以做 吸气时 踮起来 这个动作呢 因为你可以 一直持续的时间 是越长越好 比如说一分钟 那一开始 就是踮起来 不要马上落下 不要马上落下来 对 保持一下 保持一下 那您看这个动作 做的时候呢 您会感觉到 小腿是不是 给它牵拉的 对对对 对吧 而且我要 其实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的所有的注意力 都是在我的小腿上 因为我要保持平衡 还有我们的腹部也是 对腹部也是 也是紧收的 然后就感觉 整个的这些肌肉 其实都已经被调动起来了 对对对 这个动作 我们落下去的时候呢 其实也可以 稍微用力地 这样可以刺激 你的脚底的穴位嘛 是吧 这个动作呢 一般呢 就是我们随时 就可以去做 比如我们在办公室 累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在家里 看电视的时候 您不要老做的 你可以站起来 就是整个其实 特别是我们下肢 对 还有包括这个腹部 腹部 因为要收腹体胸 对 也是保持紧张的 它可以使我们的 腾部的 这个这个 大腿这一块 脚肉都能收到钱 那这个操 为什么它可以起到 这个有瘦身减肥的作用 那我们刚才说 主要是减腹部 和我们的这个臀部的嘛 那么我选择的 这样一个操呢 就是刺激我们这个 身体的下肢 的筋络 那么达到了这个 细血运行 然后是我们的皮的 硬化功能增强 这是因为我们下肢 也是有皮筋和胃筋 从这里经过的 对 所以是对它们 一个刺激 是的 好 这是第二个动作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 可能女性特别觉得 自己的 坐的办公室时间 长了以后 是不是疼部 觉得好像 松松款款的 对对 觉得好像肌肉 脂肪堆积的比较多 那我们来推荐一下 就下蹲 其实就是一个 深蹲的动作 深蹲的动作 那双手交叉 放在整后就可以了 我们吸气时下蹲 您蹲的时候 不要往前这样 不能往前 也要伸直直就行了 保持平衡 要蹲到什么幅度呢 那你尽最大的可能吧 对 感觉到是不是 大腿 以及我们的臀部 是不是在 经受着牵拉 对对对 这个大腿的肌肉 大腿前面的 这个骨四头肌 特别紧 好 我们吸气 还有臀部也是 对吧 这样一个动作 再做一遍 好 吸气 吸气 好 呼气 是不是感觉到 您受着牵拉 这个做了两下之后 这个大腿还有臀部啊 果然感觉肌肉 非常的酸累 对对对 这个动作的作用是什么呢 也是 其实也是通过我们这样 深蹲的动作啊 使我们的这个下肢的 气血旺性以后呢 也是使我们的这个 脾胃的运化功能增强以后啊 多余的弹势之行排除了 其实我们刚才的动作 它都是这样一个目的 那这个下肢的动作 那这个下肢的动作 您再给我们讲一讲这个药令啊 觉得这个很关键啊 好的 我们在做的时候 其实就是双手抱住 在等候抱住的时候 我们下针的时候呢 身体不要前傾 不能前傾啊 这样就不对 不要把我们的臀部接出去 也就是说还是要保持一个 挺胸抬头这样的一个姿势 其实就是要保持一个